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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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的写作能力众所周知 现在AI也逐渐走进了教育 新闻乃至影视行业 用创造力提升生产力 最近相关数据显示 AI目前对场景和人物拆解的准确率超过90% 能够有效提升剧本评估能力 还能帮助观众找到自己喜欢的剧集哦 今年暑期有许多电影 电视剧因为剧情的名场面登上热搜 在AI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关键字 在视频网站上搜索 便能立即定位到剧集中对应剧情片段 一键直达名场面哦 AI帮助视频网站实现了对影视剧分钟级的理解 并自动生成剧情对应片段及剧情看点 大大提升了搜索的精准度 还能自动生产出影视片段 解说 混检等视频内容哦 从编剧 演员的评评罢工 我们也能看到AI强大的创作能力 不过 AI终究是由人类创造的 它们的数据也来源于人类的灵感巧思 作为人类 我们始终要保持自身思考的能力 把AI当作自己的好帮手 才会让生活越来越便利呀 前方到站 体育馆 最近在英国举行的2023年世界盲人运动会 女子盲人门球决赛中 中国队以3比0战胜日本队得冠军 成功获得巴黎藏奥会参赛资格 门球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门球起源于法国 是一项用木锤击打球穿过铁门的室外球类游戏 通常在草地或平地上进行 门球比赛规定使用5个球 球的大小和重量都有规定 一般采用橡胶或合成材料制成 门柱是用来标记球门位置和得分的重要工具 两根门柱之间用一条横梁连接形成球门 门柱通常为1.2米左右 横梁高60厘米左右哦 本次盲人门球比赛共有13支女队参加 中国同日本队 以色列队等强队同组 在本次比赛中 平均年龄23岁的中国队选手们 从容不迫 坚决贯彻执行赛前制定的各项技战术 打出了永不胡书 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哦 队伍负责人介绍 比赛结束后 中国女子盲人门球队 将立刻投入到杭州亚蚕运会的集训备战中 继续力争佳绩 为国争光呀 前方道战 地球村 最近考古人员在土耳其 发现了一块新古原化石 它来自一个拥有870万年历史的遗址 这又为人类起源的故事 增添了新的一页哦 研究发现地中海原类化石多种多样 并且是已知最早的人类群体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非洲原类 人类及其祖先 这说明人类不仅在西欧和中欧进化 而且在那里进化了超过500万年 并且也迁徙到地中海东部 最终扩散到非洲 这可能是森林减少的结果呀 土耳其古原的体型和大型熊性黑猩猩差不多 大约在50至60公斤 是黑猩猩、窝黑猩猩、大猩猩和人类进化树的一个分支 它在许多细节上最接近已知最早古人类的类群哦 人们普遍认为 现代非洲开阔地区动物群起源于地中海东部 最新的研究成果意味着 非洲原和人类的祖先也可能起源于地中海地区哦 历史上的今天 你知道整个地球分为几块大陆吗 那你知道我们生活的陆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在慢慢飘移吗 1984年8月29日 美国科学家证实 地球上的大陆是围着地球缓慢而不间断地运动着的 这就叫做大陆板块飘移理论哦 他们是从70年代初用激光射器 把强大光束从地球的某点 发射到5600公里高空的一颗特殊卫星的反光镜上 这个光束会反射回地球的发射点 根据光束在两点之间所用的时间 就可以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有没有变动了 观察发现欧洲和北美洲随着大西洋的扩大而飘离得越来越远 夏威夷和南美洲越来越靠近 西加利福尼亚最终将成为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哦 我们现在生活的大陆是历经几亿年的沧桑 你能想象再过几亿年之后地球又会是一般什么景象吗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啦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讲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 by bwd6